欢迎来到洛杉矶环咨询网的纽约焦点频道 我是主播丽亚 信托在美国普遍运用 具有对子女还有家族财产有重要的保护作用 如果说没有信托的话 那么父母留下来的财产房产 可能没有办法顺利的传承给子孙后代 或者是他想要传承的继承人 而是由法庭通过遗嘱认证Probid 来予以分配其遗产 那其中可以说耗时耗力 可能还会导致你得到的遗产数量大大折扣 那么这个时候信托就能够帮上忙了 不过在这里有很多细节值得注意 那我们之前在节面讲了很多了 今天我们来聚焦的问题就是 如何在信托当中注资 这个注资可以说是信托整个过程当中最重要 而且是错误发生率很高的一个地方 那今天我们节目为您介绍的就是不同的资产 有哪些的注资的方式 节目邀请到的是权威专家 是纽约明里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陈叶飞律师来为我们做详细解读 权威专师你好 权威专一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 权威专师你好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 还是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 陈叶飞律师呢是专注于遗产规划 信托老年法还有移民法律业务 陈律师是毕业于北京大学和Fortem法学院 拥有纽约州及联邦法院的出庭资格 是美国遗产规划律师学院 第一位精通中英双文的双语会员律师 同时呢他也是纽约州律师协会 遗产规划和信托委员会 老年法和特殊需要委员会的会员律师 陈律师呢今天我们来讲讲 这个很重要的这个过程叫做为信托注资 我觉得这个注资这词可以说是用的是文邹邹 我能不能就简单的理解为 就是说这是给信托往里放钱 或者是放资产的这叫做是注资 能不能够这么理解什么叫做为信托的注资 我觉得你的这个理解真的是用一个lay person来讲 是一个通俗易懂的一个就是描述 就这个样子 实际就是注资我们有的时候说信托设立 我们作为律师来讲先设立一个框框 但是这个框框里面要装满东西才有效 所以注资的过程就是如何把您本身 是个人名下的这个资产要放到这个框框里面 就是放到那个信托里面的这个过程 这就叫注资 好 那在这个注资的过程当中可以 我们前面提到说它是错误率发生的非常高的一个地方 为什么就是说它是一个有可能会犯错的地方 它大概是分着哪几类的这种资产呢 它是这样 为什么说容易犯错呢 是因为很多人以为设了一个信托 把这个文件设立完了就完成了 那这个是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 但是因为尤其是我们在过去这些年的过程当中 经常有客人来就说我某年某月也设了一个这个信托 那我呢紧跟着我通常就会问他第二步 那你就说你既然设立这个信托 那你信托也没完成注资的这个过程 那很多人就说没有啊 我不知道什么叫注资的这个过程 也没人跟我讲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它设的实际上是一个空壳 那这个空壳有一个什么坏处呢 也就是说你设立信托的目的 就像您刚才已经提到过的 是避免认证对吧 万一人走了以后呢 我们想要去避免到法院 经过一个漫长花钱花时间 那这么一个认证过程 或者我们发生意外了 我们没有办法来处理我们自己的事物的时候 我们要避免这个生前认证 也就是Guardianship的这个程序 所以我们才来设立信托 而设立信托最关键的 不光是说设立信托本身 还有一个我们就是说要完成这个注资过程 因为法律规定来讲 只有放到信托当中的这个资产才算有效 所以呢如果你没有只是设立一个框框 你的这个资产没有放进去 那么你是没办法去避免这个生前认证 和死亡认证的这么一个过程的 所以也才我们一直强调 如果没有完成第二个程序的话 您实际上就做了一半的工作 这个是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 那我们在实际当中也发现了 很多人只是完成了第一步 没有完成第二步 甚至有的人 有的律师跟他说 你不需要啊 你可能只是这里边一分钱都不用放 或者呢只是放十块钱 等你需要的时候才去放 可是我们说呢如果你是需要的再去放的时候 可能已经为时于晚 比如说你还是要经过这些认证程序 就跟你失去了你做这个信托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意义 那我们看到主要可能是分到两个 对不好意思我还没回答你刚才那个问题啊 哪些资产呢通常我们说的像房地产呢 比如说银行账号呢 brokerage account呀 包括你现在甚至就是买这个就是所谓的coinbase 这些东西呢都是涉及到一个资产要注资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刚刚就提到就是说您刚刚有怎样说 有分银行账号股票类的注资 然后还有方说像房地产注资 那可能不同的这种的资产 它有不同的注资的方式 那我们就来一个个看看吧 那如果是说涉及到一些存款啊 或者是说像股票之类的 这类注资它通常都是怎么来做的 好啊我们既然说呢这个是通常是有一个叫金融机构 更多的是有金融机构来掌管你的这个资产的这些资产 比如说像我们刚已经提到的银行的存款呢 支票账号或者那个seeming account 包括你的定期存折 你的股票基金什么债券投资经济账户等等 那这些账户呢实际上都是属于能够去登记注册的这个资产 那么这些资产呢相对来讲注资是比较简单的 也就是你要从这些账号呢 要从个人的名字要转成信托的名字 你一般来讲要到您掌管这些机构的金融机构 去把这个名字呢变成信托的名字 那变成信托的名字呢 往往可能就是不管是银行也好 或者就是像broker account的这个就是经济公司 他们会让你要签署一个他们公司单独的一个form 然后呢您把这个form当中的这个就是owner 就从个人就变成了信托 然后您就签字 也就是说到时候他认可是谁来签字 那么Trust D去签字 这个基本上就完成了 但是呢在实践当中呢 我们也发现很多银行 其实是不太懂这个信托 而且往往呢他们要求呢就是说 一旦信托我就要求一个单独的这个税号 那实际上呢我们很多的这个信托呢 都是设为叫可策销的信托 而可策销的信托 大绝大部分都是属于Grantor Trust 那Grantor Trust的时候呢 实际上你是不需要去单独申请税号呢 也就是用您这个Grantor自己这个设立人 他的Social Secure Number就可以 但是因为银行职员他不了解 所以呢他有的时候会要求你把原来的个人账号要关掉 重新再开一个信托账号 而且在开信托账号呢 他要求你要提供一个单独的EIN Number 也就是税就是就国税局呢 签发的一个IN Number 但是这些呢我们说了都其实都是不必要的 可是呢因为有的银行他就要求你要这么做 所以呢通常我们这个时候呢 你有几种选择 一种选择如果这个银行真的他不同意 把你的个人名字变成信托的话 你要么就从这个银行拜拜 我把这个资产全部转走对吧 在另外一个银行开一个信托账号 然后把这些资产呢 您的这个存款全部转到新的这个信托账号去 那要么呢如果你还喜欢你原来这个银行 您可以呢就是把您的那个信托就加到 你原来那个个人账号当中 也就是信托成为一个Join Owner 这也是一种注释方法 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说 您也不想把这个信托加上去 或者银行他也不允许这样 那么您可以把这个信托呢作为Pay On Desk Beneficiary 也就是说您如果个人走了以后呢 那么这个信托就成为了这个所有这个钱都要转到这个信托账上去 所以那这几种方式都是可以来完成 像银行跟金融机构相关的或者跟这个就是股票机构相关的这个账号的注资手续 所以当然呢有的时候比如说CD这个CD呢就是说定期存单 对吧那定期存单有的时候如果你要去转的话 银行说你本来约定的利息是多少多少 如果你要转了的话那么你这个利息可能就没有了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不想去跟那个银行去arguer的话 那么你可以等这个银行的定期存单这个时间已经结束了 比如说matured以后呢您再去转这都是可以的 嗯明白了那就像您说这个可倾向信托的话 它不需要新的这个EIN也就是所谓的这个保税号 又原来那是安号就可以了 但是银行贵员他有的时候没有就是我们律师这么的专业 那我怎么去跟他解释这件事情啊 是最好请律师来帮我做比较好吗 其实呢我们啊就是作为大部分的这种遗产规划的律师 我们都会帮助客人起草一封信 这封信里边呢就已经说哎某某银行我已经呢设立一个就是遗产规划 那么我遗产规划我希望呢银行配合帮我把这个个人账号 要变成我这个信托我信托的名字是什么 所以一般来讲就是说如果去银行的一般的普通职员 他不知道怎么做的话 您把这封信呢可以要求给他们的上司 给他们就是说这种经理来看 那一般看了以后呢他们还是都是会配合的 嗯了解了那我们讲完这个银行相关的问题的话 就包括股票啊还有像支票账户 或者是说像他的存款之后 我们还有就是华人特别喜欢买房子啊 可能华人的一大部分的财产都是在房市当中 觉得房市它是比较抗通胀的 那么在这个房地产方面的注资 它跟这个银行账号还有股票方面有什么样的区别 有什么值得我们注意的吗 嗯好的啊这个最大的一个区别呢 就是说房地产登记呢它一般来讲 当然是我们说房地产通常都有个地契 对吧那个地的 那个地的签了以后呢 一般来说从法律上来讲 就认可呢你已经从个人名下转到信托名下了 但是呢还有一个法律要求 就是说你地产房地产呢 你必须要在你房地产所在地的这个 一个recording office去要完成登记 也就是说有一些transfer form要完成 要把这些地契啊 以及那个transfer form要报到政府部门 那政府部门登记以后呢 公之于众 这个才算真正的完成 所以它最大的一个区别 就是我们前边说的金融机构 你可能就是取一封信 就跟金融机构直接打交道 然后您如果金融机构允许你换成 你的信托或者把你的信托加上 作为共同的这个所有权人 或者把信托作为受益人加上去就可以了 那个这个过程的比较简单 但是呢就是房地产呢 就是除了你们要信托的设立人和受托人之间 要签议这个地契的转让 以及一些tax form的转让以外呢 您这些form以及地契呢 必须要提交到您房地产所在地的这个登记部门 去登记完了才算就是说注资完成 那有很多时候呢就是说也是 就是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 如果只是设一个空壳 您的房地产还是在您个人名下的话 那么您万一有点什么事情发生的话 是您的这个房地产没有转到您的信托名下 也没有完成在政府这个登记过程的话 那您实际上就是跟你没有做信托 实际上是一样的 也还是必须要走这个认证的过程 也是费时间费精力费金钱 然后非常伤脑筋 明白了 我看到网上有这样的一个案例 就是说这个如果说父母双方有一方已经过世了 然后呢这个比如说父亲他的这个自住房产 但是父亲生前比如享受了这个白卡 这样的医疗的这样的福利 那这个自住房产如果没有信托的话 甚至是要被这个政府部分或者甚至是全部要收回的 那么在加州的话 如果这个自住房被这个可撤销的信托所持有的话 那会面临一样的局面吗 就是说这个白卡的持有者 他的自住房可能会被收回这样的问题 嗯 您其实提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point 就是加州的法律我不敢说 因为我不是加州的律师 但是在我们纽约中呢是这样 如果您用了 比如说您在生前您有资格去享受这个白卡福利 因为享受白卡福利呢 并不是说我们我相信我们之前好像节目也提到过 哪些情况您可以去享受这个白卡福利 那通常来讲 你的自住房是属于not countable assets 也就是说你去申请白卡的时候 你即便有自己的自住房 只要你的自住房没有超过 就是这种equity value没有超过一定数额的话 你是可以有权去享受这个白卡的 但是呢享受白卡以后 等你百年之后 你也没有这个配偶居住在那个房子里边 你也没有未成年子女居住在那个房子里边 你也没有就是说其他例外情形出现的话 那么在百年之后 你的这个叫non-proved资产 也就是说没有放在信托当中的这个房地产呢 它会去经过认证 只要经过这个认证程序 那么政府部门它就会来追讨 您在生前就已经花掉了政府这些福利 比如说政府在你身上花掉了30万 对吧 那么它呢就是在这个法院认证过程当中 它就会来说作为一个债权人 他说你还欠我这个30万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那你通常就是法院指定的这个executor 或者administrator就会把房子卖掉 卖掉比如说50万的房子 那30万可能要政府20万才会到孩子们 或者就是说配偶这个当中来分 所以这个就是medicare的一个recovery 但是呢如果你本身是放在可撤销的信托 在我们纽约州 它这个也是属于non-probate的资产 那么它是政府是没有这个程序 去来进行recovery的 所以呢也才导致了即便在某些情况下 您做了这个就是说可撤销的信托 也能够达到就是避免政府追讨的目的 好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 但加州again我不是完完全全知道 在这点上呢我就不敢说是加州是怎么怎么样 我只能跟说纽约州如果是non-probate的资产 政府就没有这个机会去进行追讨 所以这也是有必要 即便你有资格拿白卡 那么你呢也不需要一定要做不可撤销的白卡保护信托 有的时候你可以做这个可撤销的信托 也可能会避免到就是政府来追讨你的目的 明白 其实呢这个就让我突然想到一个衍生的一个问题 因为这个白卡的这个申领的这个情况呢 其实在我们华人社区还是比较有争议的 因为很多人呢这个白卡的这些条件 比如你在美国没有收入啊 那可能很多华人朋友他们在美国确实没有什么收入 但是他们在国内很有钱 所以很多人就在想说哎白卡真的那么便宜啊 而且呢是美国给大家的一个合法的这样的一个福利 那其实呢你在申请他的时候我觉得关于你这个财产 有关于信托的这一部分也要考虑进去 就说你要不要去给他做一个信托这样的一个保护 不然的话你为了省这几千美金 结果保持你的这个高价值的房产没了 或者是说有问题的话还是需要大家注意一下的对吧 然后另外的话 对 就是我还看到就是咱们有个问题说 我的房产如果说他有贷款哎他怎么办 就是这个房产比如说我做了一个30年期的抵押贷款 那他还在还款当中 那我如果把房产转到这个信托之下的话 这个银行会要求我还这个贷款吗 这个贷款是怎么安排的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啊 就是大部分人我相信只要买过房子 只要有贷款的都如果对这个抵押贷款 这个合同稍微看过的话 那么都应该注意到有一个叫Due on sale的条款 这个Due on sale的条款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说只要你出售你的房产或者呢 你把你的房子过户也就是转让到其他的这个名下 不管是你转让到AOC或者转到你自己的孩子 或者转到你的信托或者以任何样的方式你进行转让 那么呢这个贷款都应该全部就到期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你就要把这个贷款全部还清楚 但是呢这个法律呢这个就是说这是一种合同的一个约定 但是呢法律规定呢有一些法定的例外 这个法定例外呢也就是对大概八种的情形之下 您的这种转让或者叫过户呢 是不应该触及到这个Due on sale的这个条款的 那么按照这个1982年美国联邦法典大概应该是12章 具体的多少结尾有点忘了 应该是12章好像是1701条还是什么 这个上面有一个叫我们叫加恩圣洁曼法 也就是那个Gaunson German Depository Institution Act of 1982 这么一个法律的规定呢 那么它对于这个包含大概是有五个以下这个住宅单元 就是5unit以下的这个就是住宅 那么它这种转让就是包括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合作公寓 就co-op它都是应该是属于在这个例外的情形当中的 这个例外的情形呢就是说我们最熟悉的 也就是比如说我联名产权的这个产权人之一 他比如说死亡 那变更这个产权人比如说配偶 比如说孩子跟父母那共同的拥有 那么父母去世或者这个配偶当中的一个人去世 那你要就是变到这个唯一的这个产权人名下 那么还有呢包括就是说 你因为死亡转到其他的亲戚名下 比如说父母死亡 然后完全转到这个儿女的名下 还有呢就是说像离婚呢 还有像法定的一些分居协议再去进行转让 那么还有呢就包括我们的这个就是说 进行生前信托的转让 那这些东西呢都是不应该触及到 Dewon Sale的条款的 尤其是转到这个信托名下 他也有特别的规定就是说你的借款人是受益人 而且呢不涉及到财产占用权的这个转移 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就即便你转到信托名下 他们也不应该说我要求你按照这个Dewon Sale的条款来还钱 但是呢从实践当中呢我们通常还是建议呢 客人至少跟那个什么就是这种贷款公司打个招呼 打个招呼呢我们说万一这个贷款公司找你麻烦的话 那么我们律师呢也可以去帮助你按照法律规定去跟他们进行交涉 所以一般来讲是不应该说我因为设立生前信托 那么我有贷款好就就触及这个Dewon Sale的这种条款 这个是呢很多人都不太知道的 这也是我们想要再次强调的这也是我们在实践当中 几乎每一个有贷款的这个就是在设立信托的过程当中 都会被问到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常见 你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对所以呢大家在转让之前的话 一定要通知一下就一个贷款机构 也不见得一定没有说一定啊 我们说保守起见建议你去通知 但是呢并不要求你一定因为没有法律规定一定 没有法律规定 那么恰巧这个是一个就是说例外的情形 就最好去跟他们说一下 然后呢另外的话就是我看这边提到了一个点 就是这个co-op合作公寓 这个说法呢可能在洛杉矶的朋友有点陌生 纽约的话其实是经常能够看到这种的哈 因为纽约它这个可以说是寸土寸金 而且呢它的这个很多的客人呢 他们不是说买的像condo或者是house 买的都是这样的co-op 也就是说这个它不是真正的房地产 它是一个一个以股份形式的吧 这样的一个个人资产 那就像这个二房东要卖房 大房东是不是得知道这样的问题 如果是co-op的话我放到我的这个信托当中去注资 需要注意什么呢 我觉得您真的就是 好像跟你合作几次 您对这个法律的理解是非常透彻 因为你刚才提到了一个这个个人的这个财产 对因为一般的我们前面提到过有个房地产 实际上co-op呢它就是personal property 在纽约的这个法律概念当中 也就是个人财产 个人财产你也提到就有点像那个什么 就是大房东 二房东说要就是要租房子 要给其他人的话要真的大房东的同意 同样的呢 co-op你要转让的话 你转让到这个信托名下的话 一定是要征得也就是那个board management 所谓的他们的一个管理委员会的一个批准 那这个过程当中呢 很多我们纽约州呢 它是尤其是纽约市的那个board 很多board它是不同意的 那即便同意呢 它也要求就是你要交一个相当数量的 这个数额的这个律师的审核费 也就是他们的board management要请律师去审核 就您设立这个信托是不是会去影响到他们的管理的权限 而且呢有的时候在审核的过程当中 他要保证这个trustee是要住在那个公寓里边 如果这个trustee不住在这个公寓里边 他也有可能会拒绝 因为您也知道这个board呢 就是说co-op的board它是有很大的权力的 它也可以用各种理由来拒绝你 所以你当拒绝的时候 如果是您看起来 就是说看看有没有符合他们的一些章程的规定 如果是符合的话您可以去argue 但是呢如果这些转让是跟他们的一些章程 包括他们律师审核的过程当中有些条款 不符合他们的一些章程的规定的话 那么它是完全可以来拒绝的 而且呢我也前面提到 他们这个律师在审核的过程当中 他要收一笔这个律师费 而这笔律师费呢是在格外在交 也就是交我们的律师费基础之外的 这个就是要交给board的这个律师费用 所以呢这个是要大家要考虑的 就是有一个格外的一个负担的问题 而且有的board它根本就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条件 它根本就不同意 它不同意转让到这个就是说信托名下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该怎么办呢 其实呢我们通常就是也会在 如果board是完全不同意的话 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去跟board去来进行argue 我们说可以来签订一些叫occupancy的合同 对吧 或者呢就是让这个信托人来进行担保来解决 因为board有时候他不同意 他无非就是说担心这个trustee到时候 不能够去按期交这个management的费用 maintainance的费用或者不遵守他们的规定 或者不听他们的话嘛对吧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说你通过一些合同的方式去 达到让他们放心的目的 有的时候还是会能够通融的 但有个别的这个board我们也遇到过 就是他不同意就是不同意 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那这赶紧该卖就卖了吧 对 然后还有就是说 很多朋友说我资产在中国啊 你看在美国设立的信托 那我在北京有套房子啊 那我这个把北京的房子放在美国设立的这个信托 这行吗 他能跨国这么做吗 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 是因为我们前面提到过房地产的转让 是一定要去经过房地产所在部门的登记部门 登记以后才能够真正的实现这个转让 那么目前呢 我知道中国的房地产的这个房地产管理部门 是好像还没有这种机制允许呢 说把个人的这个名字变成信托 所以基本上呢 目前我知道的 那么中国的法律还不允许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 那也就是无法完成这个信托的一个注资的过程 所以呢这个就断绝了很多说 我们想在美国设立一个信托 然后把中国这个房地产来放进去的这种目的 我们也说过呢 就是说美国的信托呢 它其实功能是非常强大 它可以呢 就美国它不拒绝 或者说没有法律限制说 你可以把其他国家这个房地产的放进来 但是呢 因为房地产的这个就是过户或者叫注资 一定要经过房地产管理部门的批准 或者就是有这么一个登记的过程 如果它不配合你玩不成 所以就是虽然功能强大 美国的信托功能强大 但是呢 目前还做不到把中国的房地产来放到美国信托的 这种一个想法 那只能说期待有一天 这个两国的这个法律之间的沟通能够更好 然后呢 双方的法律能够更加完善 能够真的做到说 在美国做个信托 我在国内的这个房子都解决了 那这可能也是可以期待的 那么在最后的话 有关于这个信托注资问题 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比如说大家最容易误会的一点 最容易误会的 其实我们前面就是说了 有些人呢 就是一个呢 一定自己要注意到 在信托的注资 一定是在信托设立当中的 非常非常重要 可以说跟设立信托 类似一样重要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第二个呢就是在信托注资的这个过程当中 说实话是有很多比较繁琐的工作 但你这个时候不要嫌烦 我就像我昨天跟我们其中的一个客人讲 我说你现在花一个小时的时间 那你可能呢 就避免以后要花10个 20个小时的时间 你现在花1000块钱 那么你可能就避免了 今后要花1万 甚至10万的这种过程 所以就是很多东西呢 现在我们还有精力 我们的脑子也非常清楚 我们在律师的指导之下 很轻松的完成 只是说可能稍微有点繁琐 那么这个不要去拖沓 把这个过程完成了 那么你就可以叫高枕无忧 但是呢 如果你没有完成这个注资的过程的话 那么实际上你是达不到这种目的的 你做信托的目的 不就是为了实现我们之前很多提到过的 这些生殖验证证也好 死亡证证也好 可以让你的资产顺顺利率转给你的孩子 不用担心他们花光败光离光 以及资产的这个连续 就是叫连续的无缝对接 就是这种管理的过程 那么如果你要想达到这些目的的话 信托的注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过程 所以这个一定大家要 就是要注意这个细节 如果你的律师没有 假如说你找到别的律师 没有帮助你完成这个注资的过程的话 一定要提醒你的律师 假如那个律师都不知道怎么去做的话 那建议你就是找别的 就会知道怎么去帮助你来注资的律师 帮你来完成这个注资的过程 明白 可以说不仅仅说你设立好了这个信托 而且你还得把钱和房子给放进去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之前一直都没有问过您 就是说从我们一个客户 比如说决定要开始做信托 到他这一系列都做完的话 整个周期大概是需要大家花多长时间 然后也好能做一个准备 嗯 好的 这个周期其实取决于客人的配合程度 那像我们律师公司我们经常说我们有个叫五步取 我们这个五步取的完成了 一般的大概是在一到两个月之内就完成 我们能够有个心理的预期 就是说从开始做信托到它最后的结束 虽然过程有些繁琐 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做了之后以防万一 然后能够顺利的把您的资产传递给您想要传递的继承人 好了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非常开心能够跟陈律师一起来 能够深入浅出的聊一聊这个信托的注资 因为它里面真的是很深奥的一门学问 所以呢 如果是您有更多的问题的话 都可以拨打联系电话 718-939-9000 或者是718-939-9008 或者是扫描刚刚屏幕上方的二位码 来联系纽约明里律师事务所 好了 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这里是纽约焦点频道 感谢陈律师 谢谢您 谢谢大家 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没问题 我们下期再跟您一起聊 我们不见不散 好的 没问题 好的 先这样哈 拜拜 未经议 class碁您好さん言 以前 wouldn't pay Ну quology 我们下次的朋友 専用 arrives że przy 辅